新北市新庄一輛車閃黃燈違規並排林庭 兩名男子竟然打開了後車廂 坐在上頭翹著二郎腿吃便當 影響到後方來車的去路 你騙一出網友就說 還真的是吃飯黃地大 而針對這種違規的行為 警方表示駕駛最高可能得吞下600元發彈 還在那邊吃東西搖天 還一臉招搖 開車開到一半有看錯嗎 白車違規並排擋路就算了 更傻眼的是後車廂還開開的閃黃燈 兩名男子直接坐在後車廂 翹著二郎腿狂課便當 一口兩口三口到底要吃多久啊 駕駛漫頭問號冒險超車 上傳影片PO網無奈說 這根本家本紅地大 當然誇張啊 怎麼在那邊吃便當 你可以到那個7-18那邊吃啊 路邊不好看 吃東西而已啊 肚子都吃東西很正常啊 可能跟吃飯的方式不一樣嘛 盡頭來關切啦 事發新北市新莊區 網友看了紛紛留言笑說 可能為了省錢要買賓士把 名符其實的包廂雅座 剛買的便當當然要趁熱吃了 要是沒注意撞上去 一不小心就會變成夾心肉餅 可處汽車駕駛人 新台幣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款 兩名男子現在吃完便當 還得順便吃上最高600元的罰單 填飽的肚子荷包卻大失血 記者馬修林昭賢 新北市採訪報導